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股票的美国共同基金和交易所基金净增资超过20亿美元 这意味着此类基金连续五星期都有资金净流入 标志着去年下半年投资者从此类基金撤资的情况发生了转变 美国银行发布的2月份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报告则显示 21%的受访者认为做多中国股票是目前最火爆的交易 此前许多中国公司的估值曾经跌到极低水平 当时中国经济因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而承压 在调整防疫政策之后 目前中国公司的股票已经出现反弹 大宗商品价格也有所上涨 投资者试图抓住中国政策调整带来的交易机会 尽管一些投资者表示 在经历过去年秋天中国防疫政策松动所推动的一波涨势之后 中国股票不再受到疯狂的追捧 但他们指出利润增长潜力和最近美元回落 都是中国股票仍然吸引投资者的原因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战事方面 俄罗斯部队仍然与乌军在顿巴斯重镇 巴赫木特急战 俄罗斯15号声称攻破了乌军在卢干斯克地区的部分防线 不过乌克兰官员表示仍然在抵抗 英国军方就表示正在为乌军提供西方模式的战斗训练 渴望减少大量的消耗弹药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马克耶夫卡遭乌军炮击 有政府大楼及民房受损 俄媒指 乌军15号早上向当地一个社区发射了一枚AGM-88反辐射导弹 有亲俄官员表示 乌方正从顿涅茨克的巴赫木特附近的恰西夫亚尔 疏散国家机构和企业 此前顿涅茨克的亲俄领导人 指俄部队将切断巴赫木特的最后一条补给线 这条补给线来自恰西夫亚尔 俄乌两军近几个月在重镇巴赫木特激烈交战 巴赫木特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用于补给的重要交通枢纽 占据巴赫木特有利于控制整个顿涅茨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表示 成功击退俄军对包括巴赫木特在内等超过20个定居点的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视频 指乌军在卢干斯克地区的部分防线失手 指俄罗斯中央军区部队在卢干斯克进攻时 乌军后撤到距离先前防线约3公里的地方 并指乌军因为仓皇撤退来不及收拾军用物资 乌方表示虽然俄军在卢干斯克增兵并投入大量重型装备 但乌军仍然坚守阵地 俄方又指俄罗斯散兵在火炮的支援下 迫使乌军撤出阵地 虽然有乌军试图夺回军事据点 但散兵用反坦克武器向乌装甲车开火 乌军最终败走 损失惨重 哈尔科夫的亲俄领导人就表示 俄军已控制了哈尔科夫约20个定居点 俄方将会取得哈尔科夫所有定居点的控制权 英国是其中一个国家 向乌克兰军人提供军事训练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5号表示 英国与西方盟友在训练乌军时 正向士兵交受西方打仗的方式 这样渴望减少消耗大量弹药 对于乌方要求西方提供战机 华莱士表示 需要长时间训练战机飞行员 及大量后勤支援人员 英国将会提供更加及时的支援 例如是防空导弹等武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战争一周年将至 欧盟15号推出第十轮对俄制裁方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当天宣布制裁内容 包括价值110亿欧元的技术出口禁令 对俄军武器系统使用的 47种电子部件实施出口管制 并且首次把向俄方提供无人机的 7个伊朗实体列入制裁命单 欧盟成员国将对拟议措施展开商讨 去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才能够通过 冯德莱恩呼吁成员国 尽快就第十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在24号 俄冲突一周年到来之前 与七国集团盟友一道 对俄施加严厉的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 在国家杜马发言的时候表示 最近一段时期 西方将乌克兰演员为反俄基地的路线 已经无法转变 他指出 俄罗斯更新的外交政策 将更加关注终结西方统治世界的问题 并且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拉夫罗夫表示 西方国家发动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的目的 是将俄罗斯包围 并使其成为被流放的国家 他指出 俄罗斯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在更新版对外政策概念中 俄罗斯将更加关注结束西方 在世界范围内霸权的问题 拉夫罗夫还表示 俄中两国正努力巩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同时也在发展与印度、巴西和伊朗等国家的联系 俄欧战争马上就一周年了 在这之前我们看到在布鲁塞尔 不管是欧盟还是北约 还是G7 七国组织 那么还有就是号称50家的防卫乌克兰 联络小组都在紧锣密鼓的开会 要为这个一周年之际 要出点行动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 丰德莱恩就是欧盟的主席 他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十论制裁 他说我们欧盟要和七国一团一起 要同步 在这个战争周年之前到来 对俄罗斯实际新的压力 进行新的制裁 同时北约也在布鲁塞尔 举行了国防部长会议 那么这个国防部长会议举行之后 美国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两个人就召开联合记者会 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 基本上奥斯汀的讲话 就是宣布在下周 这个战争一周年了 过去的一年 俄罗斯向他一个和平的邻国 发动的战争 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但同时呢 也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反抗 如何是如何 那么这个米利呢 就在讲话中说 他现在俄罗斯啊 已经成为这个全球贱民 他说在战略上 行动上还有战术上 他说俄罗斯都输了 这是这个美国的军方的两个头目啊 在最近呢 发出一个比较系统的 对战争的评价 还有呢 如何支援北越 如何支援乌克兰 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么他们代表北越呢 就表示 要坚决支援乌克兰 把战争打到底 要只要这个乌克兰 有一天没有 把战争者赶出自己的 这个领土呢 北越就要一直在支持乌克兰 As long as possible 就是这个 就是打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么这个北越这样承诺 支持乌克兰呢 如果他这样的话呢 那么显然 这个战争一周年 将不是和平曙光的开始 而是战争升级的一种开始 所以说呢 在这个美国的 国防部长的讲话当中呢 他又对目前的战局啊 做了一番评估 米利 这个参谋长联会主义 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说 我们也不要铁定乌克兰就会胜利 他用这句话来警告 北越和西方的盟国 要加紧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奥斯汀呢 则在记者会上说 乌克兰希望创造势头 我们一起看到 他们在春天的某个时候 发动进攻 这个米利和奥斯汀呢 从不同的角度 来表达了这样的几个含义 一个是呢 这个西方国家要加紧 对乌克兰支持 否则的话呢 就以现在的巴赫木特 还有这个卢堪斯克 这样的一个地区 敦巴斯地区为例啊 这个形势还很紧张 那么第二呢 他们认为 这个俄罗斯啊 在整个的战略上 在行动上 甚至战术上 都已经输了 这是一个鼓劲 这样的一个表示 那么第三呢 就表示 乌克兰想打到什么时候 北约就支持他们 打到什么时候 想取得 最后的成果呢 那么我们就支持你 取得最后的成果 好 看下另外一则新闻 美国白宫14号表示 美军近日击落的 三个不明飞行物 没有迹象显示 与中国有关 情报部门正在评估 是否商业 或者非恶意的用途 美国军方则承认 在休伦湖上空 试图击落飞行物的时候 未能一击击中 那么另外呢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 也分别发现了 不明飞行物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科比14号表示 近日遭美军机 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 美方仍不掌握 他们的来源 因其残骸坠落位置 难以回收 但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 他们与中国气球项目无关 两个不同的事情 中国的保护飞行物 完全不同的 据称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评估 这三个不明飞行物 是否属商业或非恶意用途 目前没有私人企业认领 被击落的飞行物 佩埃尔强调 公众戊虚恐慌 行动细节方面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承认 美军F-16战机 在修伦湖上空 击落不明飞行物时 第一枚导弹没有击中 坠入湖中 第二枚导弹 才成功击落不明飞行物 美国舆论近日纷纷质疑 美军击落不惧威胁的飞行物 是否制造不必要的风险 有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听取国防部门闭门汇报后表示 未来再执行击落行动的机会不大 另一方面 网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分别报告 在当地中午时分 发现类似气象气球的物体 网尔多瓦国防部表示 由于气象状况不佳 无法观察和辨别不明物体 因此一度关闭领空 网马尼亚方面则表示 空军雷达系统 侦测到一个疑似气象气球 在11000米高空飞行 随机出动两架米格21战斗机应对 但没有发现目标 网尔多瓦和罗马尼亚都与乌克兰接壤 俄国战争爆发以来 两国空军都保持警戒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 过去曾经飞入日本空域的不明飞行物 极有可能是中国的侦察气球 日本政府计划修改武器使用方针 未来将可以击落进入日本空域的外国气球 日本防卫省称 计划修改武器使用方针 对于今后飞入日本领空的侦察气球 自卫队将可以动用武力击落气球 日本防卫省周二晚上在官网发布消息称 经过分析 日方推测 2019年11月在路尔岛 2020年6月在工程县 2021年9月在青森县 分别确认到的不明飞行物 很可能是中国的无人侦察气球 执政党自民党周三召开会议 讨论若今后有中国气球进入日本空域 自卫队是否应该使用武器实施击落 自民党安保调查会长小伊斯五点表示 日本之前若未能确认 飞入空域的是中国气球 未及时向中方表达抗议 在处理上则存在很大漏洞 防卫省称 日本已通过外交途径 向中方确认此事 日本政府周三表示 绝不容许外国的侦察气球 侵犯日本领空 日本今后将继续与美国共享信息 加强戒备 有关无人飞艇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正义批评美方反应过度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无中生有 抹黑中国的做法 凤凰卫视 李淼 我们上星期说了 今年很可能变成一种气球年 果然从美国宣称发现中国的军事侦察 卫星 军事侦察 间谍气球之后 各国纷纷地就说 这也有气球 那也有气球 全世界上空 五大洲到处都是气球 而最后 最近 就是白宫 刚刚他承认的 那三个被他们打下来的这几个气球 是与中国无关 它叫做飞行物 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我想他还是实话实说了 这确实是和中国无关 他就得这样说 但是中国 这几天 有严厉的谴责美国 超过十次 在中国领空就有他们的气球活动 那美国方面又失口说绝对没有 像那个说的最坚决的是美国的富国金斯尔满 那么既然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是不断地在为这个气球的问题 再继续的造成紧张或争吵 还是会松缓下来 那么我觉得科比的这个话 它会有降温的作用 不过在此之前 美国的种种的举动 特别是这个击落中国的民用飞艇 这就是中国用的这样几句话 叫做滥用武力过度反应 升级事态 那么而且呢 现在美国方面还宣称了 在这个打捞这个所谓间谍气球的时候 发现它里边的一些什么晶片如何如何 那么对此呢 这个中方现在今天也提出了新的 一个这个放出了新的信息 就是说中国呀 对此坚决反对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 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现在要准备反制了 那对哪些美国的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呢 我们还要看最近一段时间呢 或者是今后这几天呢 中国的外交部是不是继续的 释放出比较具体的信息 而且呢 现在美国陆续 现在中国陆续的来 这个清算美国去年5月份以来 到底有多少次高空气球 这个飞越中国领空 而且呢 这些气球还经过了具体的地方 比如说新疆 西藏 那么显然呢 也可以说这些气球呢 是有这个侦查间谍的意味 所以说呢 在这个气球这样的问题上 现在呢 是中国开始 这个对美国进行算账了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威士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别的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丽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伊朗总统莱希 15号到访北京大学 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并且发表演讲 莱希在演讲中表示 伊朗会一如既往地奉行加强一中互信政策 共同推进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不会受地区和国际局势影响 伊朗愿意中国发展教育 高校和语言教学领域的双边合作 愿向中国大学生提供伊朗学奖学金 欢迎中国专家学者以访问学者身份到伊朗进行学术研究 他指出 促进两国高校的合作交流 能使彼此更了解对方文化 加强民心相通 为旅游团队提供入境便利 共同举办文化展 更能促进一中两国的团结友谊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5号结束对越南的三天访问行程 期间他分别会晤了越南政府总理及外交经贸官员 向越南政府推荐印太经济框架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14号下午会见到访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今年是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 范明正重申 越南一直重视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他说希望两国进一步促进经贸投资 数字化和能源转型 可持续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同时共同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确保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贸易保障措施 集反倾销调查等问题 为越南出口美国市场提供便利 范明正强调 包括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内的各项倡议 都要确保利益平衡和实惠 戴琪表示 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 是在吸取应对新冠肺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促进贸易复苏和经济增长 朝着可持续 有韧性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他向范明正介绍印太经济框架的潜力和展望 并表示 框架有助促进高质量投资 建立区域自强的供应链 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戴琪说 美国重视巩固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各伙伴的关系 将优先推进合作框架建设 构建高效可持续的投资生态系统 戴琪抵达河内后 首先在13号与越南外长裴青山会晤 裴青山说 希望美国尽快兑现支持越南的承诺 实现公正能源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等 今年越美经贸合作持续增长 202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戴琪会见越南贡贸部长阮红严实表示 今年将继续大力推动贸易等各方面交流 并承诺与越南在电商领域密切合作 越南公安部长苏林在会见戴琪时 希望美国考虑向越南优先发展的领域 提供资金 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另外在涉外经济案件调查 信息共享方面与越南执法机构紧密配合 加强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和虚假新闻 严惩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违法行为 这是戴琪首次访问越南 也是拜登政府首次派遣部长及经济官员访院 戴琪还分别会见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长 和信息传媒部长 今年美国将承办亚太金额组织领导人会议 越南政府表示将协调确保会议取得成功 我们都知道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在前两年 为了应对中国的发展 还有为了避免它被印太这些国家亚太 比如它退出了TPP 还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建立的一些新的经济区 和经济协定这些框架 那么它就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印太经济框架 那么印太经济框架主要是想以经济 还有它自己的美国标准来确定在印太地区做贸易 做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次戴琪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到越南 就是推销它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那么我们看到戴琪在越南受到了比较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因为今年是美月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 那么这也是拜登政府首次派遣一个部长级的 而且是经济官员访问越南 对于越南来说当然是比较高兴的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肯定有它自己的用意 像戴琪说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 是在吸取应对的新冠肺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促进贸易复苏和经济增长 那么这里面显然是话中有话的 还说也有韧性包容性方向发展 这个过去的三年一直有些数据显示 在中国自己比较严格的防护措施之下 还有中美关系这样的一种 关系不太好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越南是在向美国出口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 那么越南它自己在制造业供应链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戴琪 戴琪这个当过美国的贸易谈谈之后 还没有到中国来过 这它呢是先到了越南 所以他向越南总理介绍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它是如何有潜力 也如果展望到就希望拉越南进去 越南在这方面呢 当然是表示啊 这个要认真去研究 那么同时呢也提出了这个一些要求 但是呢并没有做出非常爽快的 加入的这样一个回答 因为越南的毕竟 它又是和中国近链 又是相当友好的关系 那么越共的总书记呢 去年又到北京访问 他也都知道 还有呢就是这个 有一个大家看到 这越南公安部长也会见了戴琪 那么公安部长要和美国 要做什么样的合作呢 他在这个新闻当中 公开的新闻当中说了 希望美国考虑向越南 优先发展的领域提供资金 技术和人力资源 这不应该是公安部长提出的要求 但是在这个报道当中呢 是说公安部长说了 另外呢 关键的可能是因为 他们谈谈涉外经济案件 信息共享 要和越南执法机关紧密配合 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和虚假新闻 这个呢都是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 我想呢这也是 越南的这方面呢 也愿意和美国 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所以这个越南的总理呢 重申越南一直重视 与美国的这个全面伙伴关系 还说呢要密切的配合 美国今年主办的 这个亚太新和领导人的峰会 就是这个APEC这个峰会 他当东道主 美国 好 看上另外一则新闻 俄罗斯国防部 15号发布消息称 两架图95MS战力轰炸机 在楚科奇海和厄霍茨海上空巡逻 俄罗斯国防部14号 宣后公布了图95MC 还有图160战力轰炸机 在中立海域巡航视频 那么美军就说 13号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空运 拦截了4架俄罗斯的军机 14号公布的两段视频显示 两架图160重型战力轰炸机 在巴伦之海和挪威海上空飞行 超过13个小时 还有两架图95战力轰炸机 在苏30战机的护送之下 在俄美之间的白岭海上空飞行了7个小时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在北极、北大西洋、波罗的海、黑海 和台平洋中立水域展开例行飞行 与此同时 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两架俄罗斯图95战力轰炸机 及两架苏35战斗机 13号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国际空域 美军出动多架战机拦截 但就强调俄方行动不构成威胁 这显然是俄罗斯在向美国发出战略威慑 你不是说我是贱民吗 我要做给你看一看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离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